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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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會穿梭全國六個省民 深入十個貧困園 整個旅程是要兩、三個月 更加會經歷幾千里路 2012年中國的貧窮人口接近一億 怎樣令這一億人 在八年間全面脫貧 不但解決溫飽 還有教育、醫療和住屋的保障呢 好, 請坐 踏上無窮之路 我們由全國最南部的熱帶雨林開始 我現在身處這裡 就是中國的熱帶雨林, 你看 這裡其實真的好像亞馬遜�森林 這裡小小袋袋都有人住在這裡 原住民就是荔竹 我們這裡比較樓後 深深樓廉, 樓又軟, 樓不好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讀書是沒有路 然後我小時候是一天要往法學校 十公里, 我要走試探 走到雲貴高原大俠谷 聽這裡的村民說 因為這裡交通不便 沒有水泥路, 又沒有橋 所以要運物資、糧食 上到山上這裡的價錢要雙倍 樓索是他們曾經唯一過江的交通工具 但是危險性極高 是高到只要你不小心 一滑手就會整個人跌到光裡 跌下去江裡面的? 找不到, 實際 由偏遠的少數民族自治州 我們是否… 聽村民說 他們以前是住這類傳統的房子 你看, 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是這樣的 走到大西北, 過壁沙漠 大風到這個程度 對, 我就大個小時厲害 來到這裡, 嚇死也嚇死了 最後進入村藏高原 我現在在村藏高原 金之藏族自治州 那裡以前是很窮的 正正是憑著旅遊扶貧 網紅效應 令那個地方一夜成名 踏遍全中國 十個曾經深度貧困地區 到底要經過多少人的努力 付出多少代價 才可以走上脫離貧困的無窮之路呢? 是 經歷幾千公里雲和月 我們五個人有體檔 拖著十幾二十件行李 第一站來到這裡是… 四川 梁山兒竹自治州 位於四川西南部橫斷山脈 是全國最經典的大範圍 連篇特困地區 全州五百多萬人口 佔超過一半是少數民族 宜族 全州五百多萬人口 一個個宜族村寨 分散在蟲蟲高山深谷之中 大梁山獨特的地理面貌 令這裡近乎與世隔絕 小朋友要上學讀書 困難重重 一環扣一環 貧窮這兩個字 已經世世代代落印在他們身上 這兩個字 宜族人口 這裡大概有二百多萬人 他們要去到建國後的五十年代 才真正廢除奴隸制度 在之前 甚至乎他們沒有擁有財產的意識 所以可想而知 要多急起直追 才能趕上文明的社會 而我們這次到訪的宜族村寨 叫做阿土列爾村 它是全國一條非常經典的貧困村 甚至全世界都有很多人聽聞過 它還有一個別名叫做懸崖村 因為整條村 就蓋在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的懸崖上面 山體實在太車了 半條車路都容不下 所以村民上下山的方法 自古以來只得一個 在幾乎垂直九十度的懸崖上 用騰繩做了一條簡陋的天梯 爬到山頂, 接近有一千米距離 差不多等於一座 我們香港的大帽山 為了解懸崖村的村民的生活是怎樣 今天特地來到這裡, 爬天梯 他們剛才都說得很清楚 如果是畏高, 就由客止步 我應該沒有畏高, 盡力吧 今天也有拍柴柳架 跟我一起爬天梯 他跟這個村民可以說出生入死 因為他是這裡的扶貧書記 你覺得我可以爬刀追高嗎? 看你的身材, 應該問題不大 應該問題不大 你對話有新鮮 這樣一集一集算的話 總共有二千五百五十六集 二千五百五十六集 走吧 走, 開始吧 懸崖村的扶貧書記 柏茶有格是遺族人 五年前, 由院成派來駐村 當時的舅舅還說 這條村怎麼駐人的 到了2016年, 為了村民出行安全 當地政府就決定 建一條二千多級的鋼梯 出入是安全了 但距離就沒有縮短度 山上的窮根仍然深重 距離太多一年了 我膝蓋也幾百無費 真的 我現在沒積重 身體不適應再爬了的話 建议还是量力而行吧 我们也没有必要 非得要去冒这个险啊 该下这个下 一般我们都认为 女孩子基本上都爬不上去 今天都有一个主播在这上沙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在山沙待了好几天 像今天那么大的太阳的话 基本上是爬不去的吧 越来越动 越来越动 你爬了多久啊 我们也可能爬了三个多小时吧 三个多小时 还不能上去 不能上去 你有爬到最下位吗 没有 为什么 实际上会有可能有九十度 九十度 他的腿都是在发胆 走走走 为什么不继续走啊 哎呀 害怕了 好 走 让我遇上 拉波 你好 我先说你是雪莱飞人 这位就是这里的悬崖飞人 这是牟式拉波 你是飞人 雪莱飞人 你几岁啊 我九十年 九十年 牟式拉波 在沿崖村土生土长 自小就像猴子一样通山跑 所以大家都叫他做悬崖飞人 家里有六兄弟姐妹 哥哥姐姐都出去打工 他是家里的拉仔 就决定留下照顾年老父母 我听说你是可以不到半个小时 飞到上面的 然后下来十五飞出的纪录 不可能吧 我刚才现在还没到 三分一我去去船了 还不到十分之一 还没到十分之一以内 什么之一都没到 都还没开始走 都还没开始走 我怕了 真的逼上两山了 你这样看上去的街 要擦擦給我搞拜拜的啦 這讓你走得很辛苦 但是你看得到的風景 不要真的不要看了 都是對我啊的 現在不要看了 不看一下你都不值得以來 看他 你看這就是我們以前走的老路 哪天 就是以前根本上沒有鋼鐵的時候 他們就是這樣 就是攀著那些石 這樣就上去上面了 就是看到原來剛才那些小朋友 都在鬥釘這麼小 就揹著一個小孩 又說要上海 然後我媽媽還用條的背帶 就說要跟淚出山 看到我真的心驚減條 到了 到了 這裡到了 這就是我們的村子了 每每每的水果 縣崖村 到了 沿崖村,全国最经典的贫困村 这里百几户仪族居民 祖先是游牧民族 百几年前,他们荒木路过 发现这片人间淨土 山林水寿,土地肥沃 直觉是一块腹地 于是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 河走以前是雪崖 比很多地方都好的 只是因为后面 别人的地方拖鲁沽路 我们就没有拖鲁沽路 所以就落后了 拉伯一出生就在山上过日子 这就是我的家了 我认为你的家 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客厅和睡觉的地方都在一起 这里是客厅也是睡觉的地方 对,这里就有一个厨房 以前小时候就一直在这里长大 小时候就肯定没有那么好了 这个已经算是比较改良版了 那肯定 那水电有吗,小时候的时候 肯定没有,那时候没有水没有电 没有网络,手机 网络不要讲了 那水电是基本的了 对,对,对 那怎么办 没水没电,怎么生活啊 没有电还好 没水是肯定不行的 然后我们要走到 你往一个村庄去打水 我们每天早上 大概五点左右就出发 天还没亮呢 对 你不早点去 你往那个村的水也不够用 老婆妈,小时候在这边的生活是怎样的 小时候爸妈就出去干火了 也不知道爸妈去哪里去 到哪里哪块地上面去干火了 那肚子饿了怎么办 肚子饿了就哭了 哭了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开始下雪了以后 要走那个雪崖的 那个路真的太难走了 你想一下小雪有多大吗 要走这么远的路 这里有海拔一千四 得到海拔二千五的地方 然后还要走 海没天哪儿就开始走 然后天黑之后才到学校 然后那个路太险了 根本就不算是路 都是沿路 要是不小心摔倒了 就没有那么小的事了 一摔就可能就拜拜了 所以是八岁才开始读书 八岁还挺好的 有的是十二十三岁才才 上一年纪的都有 因为这个条件也就这样嘛 十七十八岁之前都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然后也没有电视嘛 也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的 都一味都一样 然后到了二十岁以后 出去打过了才知道 哇外面这么高的路 车里面的话就要么就坐车 一就到学校要么就走个十来回周 二十回周就到学校了 然后我们就走一天 一天才能到学校 原来差别这么大 嗯嗯嗯 然后在外面打过了几年 然后又回来了 因为我们这边是小的儿子 要照顾爸爸妈妈嘛 然后我哥哥回家了以后 就要回来照顾爸爸妈妈嘛 嗯, 很孝顺 对… 必须的, 必须的 大山实实在在地阻隔了 拉拨这类山区青年人的前路 这条路将来可以怎么走 根本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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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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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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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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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岸村的扶贫书记 帕查有家 五年前被派来珠川 充当百多户村民的脱贫首领 那来到这里第一眼看到的 村民的生活是怎样的 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呢 实际上落后很必色的 肯定是路不通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 对 尤格说当时的村民几乎是零收入 他玉米也只吃而已 主要是自己吃 然后卖钱背下去不容易 然后背下去了以后 还卖不到好的价钱 知道是这个地方的人 还会被压架 甚至压到可能阶级50% 你是从悬崖村内上下来的 我才不相信你可以把东西又背回去 其实好像沿岸村这类因偏远 失贺而致贫的村落 全国比比街市 要治本谈何容易呢 因为过去的扶贫方式 属于按部就班 大水慢灌式, 进展换慢 2013年开始 一个名为精准扶贫的 全新现代扶贫策策略诞生 数以十万计的调查人员 由南到北, 由大漠走到高原 逐坐山, 逐家逐户去拍门做人口普查 结果, 识别了总共12万8千条贫穷村 锁定近9900万贫困人口 同时了解他们自贫的原因 对症下药 为每个地方制定针对性的脱贫措施 然后派驻数以百万计 好像柏柴有价这类有能力的 专责人员住村 那你…你是从何入手 白天可能就在到处走访去调研 晚上可能就一起围坐在火塘边 就商量对策 全村上下一起卖头苦干几年 2016年, 终于传来好消息 第一次有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立了合作社一块来养养 然后我们又引进了青花椒种上的奇城 2016年8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修钢铁 2016年, 沿崖村所属的超角园 和梁山州政府出资过百万 由全村壮丁 包括懸崖非人拉薄和工人 运送了120吨钢管上山 派驱曼南终于建好了 2556级钢铁 政府之后再一步步改善山上的基建 2016年, 村民也终于有自来水饮 童年, 一个对村民来说 历史性的时刻 全村电纜铺设员工 还通过4G网络 讯号一通那一刻 村民百多年来第一次坐在家里 就可以看到电视, 上到网 钢铁修通了, 4G网络号通了以后 一下子把悬崖村球就从过去一个闭塞的 边缘的一个小山村 就与事件就 接轨了嘛 接轨了, 就拉到一块了 村里的很多人用上了智能手机 很多的年轻人还玩起了 就是短视频的直播平台等等 他们粉丝其实当时开始的时候粉丝很少 但是就算是有两三个人在看 都会对着那个在直播的时候 会非常大声的就是很兴奋的这样一个过程 普通话说的不好 网友在提问不认识字 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是慢慢慢慢地不断地这样直播了以后 就认识的字可能不会写 但是我看了以后我知道是什么 认识的字也越来越多 然后网友之间用普通话交流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强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钢铁上面直播 不认识字了以后 哎, 书记, 他在说什么 但到现在后来 他们的这些能力 包括编辑视频的能力 反正我是比不上他们 拉博还成为沿崖村第一代网红 他经常拍片宣传沿崖村 今年一月 村上第一间民宿开张 拉博就直播叫全国网友 一起来参观支持一下 之后一定要记得到小雅村 跟我一起爬爬干梯 穿过原始四年到草原上 跟我一起爬爬牛 一起看日出 太好了 太好了 外面的世界第一次知道 有沿崖村的存在 大家都很好奇 不少游客专程由全国 甚至全世界来旅游观光消费 村民亦通过直播 卖山上特色农产品 全村收入立即增加了不少 互联网扶贫 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近年不仅是四川原崖村 中国三大电讯商 在全国832个贫困园 不断加速网络覆盖 到了2020年 全国农村通光纤通4G的比例 已经与城市看齐 达到98%以上 如沿崖村这类因偏远自贫的村庄 在整个四川梁山州里面 有足足二千多条 要彻底解决这过百万人口的 世代贫穷问题 一个近代史中 最大型的系统性逆地搬迁计划 宣告诞生 我们今早是7点钟开始爬 足足用了13个小时 下回来完成整个旅程 五千级楼梯 下回来 这个是无奈之路 一上去,其实已经是… 你唯有向前,一直向前 可能只有一百多年 但住在这里,现在看上去我都…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现在好像拍了一场梦 咱们得下来 我们下回来 我们下回来 你就这么又 拿下来 到你